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City啦 今天這條影片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淘寶之前雙十一買了什麼 一如既旺 因為我家的空間比較少 所以我都不可以馬上開箱 所以其實東西我都已經拆了出來 但是我就可以展示給大家看 我買了什麼東西 可能大家都會有興趣了解一下 好 事不宜遲 第一樣就是大家看到我現在戴的這雙耳環 我在上一條淘寶片 我都買了兩雙耳環 又是超級大抽的 那我當時就說那個品質很好 那我就很喜歡 所以我就回到那間店鋪 我就買了這一雙超大的紅色月亮 我覺得超級漂亮 它是長到在我的肩膀上 是碰到我的肩膀的 然後呢 除了這一雙之外 我都還買了另外一雙 又是超級誇張的 但是真的超級漂亮 另外那一雙就是這樣的 是不是超級漂亮呢 它又是長到碰到肩膀的 那這雙我就沒戴過 那我也很興奮戴這個 而且它真的不是很貴的 真的幾十元一雙 我覺得那個質素真的非常好 所以如果你也是喜歡一些 很大抽很誇張的耳環 那我也非常建議你去 看看這間店鋪 可能找到好東西的 那接著呢 我就買了很多假眼睫毛 那因為我很喜歡假眼睫毛 假眼睫毛也是一些 consumable 所以我就順便在淘寶 塗了很多假眼睫毛 那就看看會不會找到一些 質素又好又便宜的 那我就可以介紹給大家 那首先就不如先說一下 我現在貼的這一雙 那我就是一間 它就說自己是買一些 日本風格的眼睫毛的店鋪 那裡買了一些 那我現在貼的就是這個 那它就不是全條的 它就是一半的 所以就很容易貼 但是它也可以加長到 我後面一點點的眼味 那我剛剛貼了 我覺得那個質素也不錯 這一間那些 因為它的眼睫毛 是沒有兩邊不一樣的 都挺... 即是都挺工整的 整得 那我就買了這個款 然後另外這款呢 就是有些紅色的毛 混在裡面 也很特別的 然後呢 就有這個 就是混了一些啡色的毛 然後... 因為我想試一下貼下假眼睫毛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還有... 我不知道是送還是我買的 然後... 另外呢 又有兩對下假眼睫毛 是這樣的 然後它就送了雙眼皮膠紙給我 但是其實我很少貼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有什麼用 然後假眼睫毛呢 我還買了另外一間 就有一個是這樣的 那它這個呢 就很特別的 它這間那些假眼睫毛呢 全部都是... 兩層的 就是平時的假眼睫毛 只是這樣一層的 而已 它是有兩層的 全部都 那就有這個款 就有這個 就有這個再封型一點的 然後呢 還有一個這樣的 然後呢 我另外呢 就買了一些超級 超級便宜的假眼睫毛 那就是這個牌子 其實呢 我聽聞呢 因為淘寶很多這個牌子那些都是假的 那我不... 不懂得分 那我就是... 隨便買的 因為它真的很便宜 我買了... 好像6元人民幣 都不用是兩盒 那所以呢 我就買了... 一個這樣的款 然後呢 也買了兩盒這個款 那但是呢 我明明買的時候 我是選擇要透明... 透明邊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是棉線邊 那我就... 一般喜歡棉線邊的 還有這個... 有些... 就不太對稱 但是因為它... 就是... 5個多兩盒 那這樣真的不能要求這麼多 那你就... 就是... 我也是用來操戴的 還有這一間呢 我都買了... 下眼睫毛的 買了兩盒 就是這樣的 那... 不知道是否有趣的 買來玩一下 跟著也是跟假印折毛有關的 就是這個 儲存假印折毛的 阿加力膠盒 它就是這個蓋可以打開 然後 有兩個櫃桶可以拿出來 上面那一架櫃桶 裡面就有這個 用來儲存假印折毛的架 那你就可以把 用過的假印折毛 貼在那邊那邊 就可以維持假印折毛的型 就可以保持久一點 我一向都是喜歡 用過的假印折毛這樣貼回彎位 那我就覺得這個很漂亮 這樣整套 然後下面就可以裝一些跟 假印折毛有關的東西 然後我另外還買了一個 妝化妝品的組織 就是這樣的 那它就是給你可以 動些折毛在那裡的 那我本身買來呢 是想著 放在我那個 化妝櫃桶裡面 那裡做間隔 那但是回來 那我就發覺 它實在太大了 就放不下去 我那個 櫃桶那裡 那它就是這樣的 所以我現在都還沒知道 還沒想到可以放它在那裡 那還有它這裡呢 還有三隻腳 那變了其實你可以動在桌面那裡 把那些折毛這樣 排在那裡都可以的 那質感也不錯的 只是我沒有量度清楚 那回來就 不是很適合了 然後呢 我也買了一些閃粉的 那因為 因為我覺得呢 那些 特別一點的 節日才用的 閃粉呢 很多牌子都賣得很貴 那所以呢 我就上淘寶看 我就買了四款閃粉的 那這個有一個綠色的菱形 然後有一個藍色的 這個是海豚來的 超漂亮的 那因為其實幾元一包 那我打算買來 買回來看看才算 然後還有一個黑色的三角形 是雷蛇的 還有一個很簡單的 白色的閃粉 然後它就 不知道哪家店送了一個 暖包給我 然後呢 就是一些 跟眼睛有關的東西 我買好了 那首先第一項呢 我就買了一個 這樣的眼鏡盒 那因為我近時有戴眼鏡的 那我覺得這個眼鏡盒 那為什麼我會買這個眼鏡盒呢 就是 因為這個眼鏡盒 我覺得是一個很神的設計 就是 它首先有上面可以裝眼鏡 正常的眼鏡盒的功能 然後呢 它還有一層 那你打開呢 這裡就可以裝隱形眼鏡 那我覺得這個設計實在非常之好 因為 需要戴隱形眼鏡的人 就是需要戴眼鏡的啦 那如果可以兩樣東西 這樣放在一起 就十分完美咯 那所以我看到這個的時候 我就給這個想法 就是十分印刷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 那還有它是極度聚手 那些料是非常之堅硬的 那這樣咯 我就買了 三個這些 隱形眼鏡清洗器 那就是這樣的 那這個我今天拆了出來用過 它就是這樣拆開 然後這裏呢 就可以裝你那隻Cone下去 就可以裝你的Cone下去 兩邊這樣關起來 然後你就裝些Cone水這樣拆開 它 這樣它就會浸在下面 然後你就拆這個 它就會在那裡轉 這樣洗你的Cone 就是這樣 那我就買了三個 因為我買了 我買了三對一連的隱形眼鏡 那就是要洗這樣 其實呢 我還買了另外一些隱形眼鏡盒 但是呢 轉運公司弄不見了我的貨 所以我現在 就沒有隱形眼鏡盒 不過不要緊 而且它還弄不見了我的針板 我本身買了針板 但是它弄不見了 那兩樣就沒有了 然後也是關眼睛的 我就買了這個 這個日本 MIRURU的 這個 隱形眼鏡的夾 就是這樣的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提過 其實我經常都很想做 那些太長的指甲 就是很想做 那些太長的Jel夾 來玩玩玩玩玩玩 那我的關心就是 我會脫不住Cone 戴也OK的 脫就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我就 買了這個來試一下 那它這個是日本 所以應該都OK的 這個也不便宜的 那是呀 我要再試一下 如果可以的話 那我就會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叫做眼睛保健的东西 这个也是日本的 其实它是淘宝的代购买的 因为淘宝的代购通常都有现货 所以不用等了 我就买了这个 这个就是叫Mimi Hot的牌子 就是一个发热的眼罩 因为我之前有用开C王的 C王好像是 C王的精气眼罩 眼睛很累的时候 敷一下我就觉得很舒服 但是那个好像五六十元一盒 这样十张八张 而且你不断扔它 我就觉得有点浪费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 这个就可以不断重用的 它的盒非常有趣 有个猫 这套东西有个眼罩 发热线在里面 这样的 还有一个粉红色 我就没有买到粉红色 所以我买了黑色 它就是这样两条线 就是有两个固定的头 都OK舒服的 我已经用了几天了 然后它就是要插住一个充电簿的 插住奶妈的 就是有一条很长的线 对了 而且它就会包上这个香水瓶形状的充电器 那你用的时候呢 就是插住这个电器来用 那它每一次开着呢 它就是限死了温度 而且限死了 只可以敷十分钟 那它就会 就会停的了 那如果你要 那十分钟之后 还想继续发热的话 你就要再按多一下 那我至今用过 我觉得挺好的 那还有呢 它就还包了一个 这样的袋子 给你处存它 那变了你就可以 就是可能带 带回公司 就是可能休息一下 那这样 那我觉得这个 用了几天是挺好的 接着呢 我就买了一些 和拍片有关的东西 那首先呢 我就是之前分享过 我就买了 生狗的这个M20 那我觉得是挺好用的 那但是唯一的问题 就是当你弄了一支自拍棍的时候呢 那它距离我很远的嘛 那我每一次要拍照或者要录片呢 就要按这个按针才行 那就有点远了 那所以我这次就趁双手 在淘宝有特价呢 我就买了它 那支自拍棍连这个遥控器 那我就可以 就是方便一点 因为按下面而已 用这个的时候 那就是这样 而另外呢 我就买了 这个 手机的曝光灯啊 这个很有趣啊 因为我一直都想要一个手机的曝光灯 那我就买了这个 那它就很简单 只有一个按针而已 那这样就 对了 它就有三种颜色的光 而且是 每个光是有三个光 那它就是一个按针 就控制了 那你就一直按到底 那它就关掉了 除了那个猫猫的曝光灯之后呢 我还买了另外一个 呃 幻形的曝光灯的 那这个虽然它说是用手机啦 但是它是很大 那我就 不是拿来夹在手机里用的 因为它是超级大 我拿给你看 那它来到呢 就是这样 这样呢 有个袋子 这样给你入住整套东西的 那呢 那盏灯呢 是这么大 我给你看 这个是我的电话 这个是iPhone 6 是这么大 所以我觉得 应该不会有人带这个东西出街 这样夹着在那里拍 那 我也不是打算用来夹电话拍的 但是因为我晚点就去澳洲交易 我就想继续拍片的 但是 因为我不可以把我现在的设置 那些灯全部搬去的 所以我就打算买一个 叫做Portable的 大小小的环形灯 那就希望到时可以合用 那这个牌子呢 就是蓝罐 那就是我现在用的 那盏Studio Light的牌子 那我觉得是挺好的 那所以我就买回这个牌子 那它就 首先就有这个灯 那就是入电的 那然后呢 它有个attachment 就是有一块镜子 那那个镜子呢 你就可以 它就有摄石的 它就可以摄在这里 那然后呢 它就有这个attachment 那你可以加上去 那你就可以拎它下去 一个三脚架那里 那你就可以当 一个有灯的化妆镜容 那然后呢 那套装里面呢 是有两个不同尺寸的这些夹 那真的可以让你夹下去 那个电话都可以的 就是它就可以 调光的温度 和调光的光度 那就是后面拎 那这样 那你就可以入电芯 或者插 那个充电 那个都可以的 那接着呢 我就在一间店 买了一些 叫做家居的 是不是叫家居用品 那上下的东西吧 那就买了一些压缩袋 那这款就不用用吸层机吸气出来的 就是用手这样卷的 那我就打算是用来 我去旅行 或者我去交易的时候 装行李箱的时候用 那我就 它有三个尺寸的 那我就买了最大那两个尺寸 每个买了 两个 那同一间店 我还买了一对 拖鞋 那这对拖鞋就是这样的 那它就连了一个袋子 就是那些摺得到的拖鞋 那我就打算用来 戴上飞机用 那我觉得也挺漂亮 那质地也挺好 那除了那双拖鞋 我这间店 还买了另外一对拖鞋 那我就现在用的 那它呢 就是我之前在instagram 分享过的这一对 毛毛狮子拖鞋 超级漂亮 而且是 超级舒服 那我是很喜欢狮子的 那所以我一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就忍不住就要买了 那就是这样 那接着剩下的呢 就全部都是食物来的 那因为我之前和大家分享过 我在淘宝都会买一些零食 那所以我也再分享一下 那这次我就买了 这间叫做 良品铺子的店铺 那我就买了这个 田螺肉 那我就买了两包 一个就是烧烤味 另外一个就是香辣味 那它这个烧烤味其实也是辣的 那就是麻辣的 那因为我都挺喜欢吃这些辣的零食 那我就买了这两个 那我觉得都ok的 那接着呢 我还买了这个 扇背 即食的扇背 那它就是这样打开 这样独立包装的 那我就觉得这个都ok 又不是说特别好吃 但是就试一下这样 接着呢 我买了这个 即食鲍鱼 但是这个我真的觉得很稳笨 因为呢 它是只有六粒的 它只有六粒的 然后是这么小粒的 那它ok好吃的 但是就有点贵 就是只有这么少的话 所以我不会再买这个 另外一间店铺呢 我就买了这个 商会牌的 粟米热狗腸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这个 但是我以前小时候是常常吃这个 我记得是以前的 好像以前学校的小食部 是有得买这个的 那我今次看到呢 我就买了一箱回来 但是我买了一箱回来 但是因为我拿不到整箱进来 所以我只给你们看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好吃的 那所以我就买了很多回来 那还有最后一样呢 就是 我就再买多了一包螺丝粉 那这个紫色其实是 就是分量小一点 跟之前黄色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我再买一包呢 就是因为我上次买过一包螺丝粉 我拍完影片之后我就放在这里 因为要煮的嘛 那我就想着有空才 可能放假才煮啦 那但是到我有空去找他的时候呢 他已经被我的家人吃了 已经不见了 那但是我就 就是我试不出嘛 所以我就要再买一包回来试啦 就是这样啦 那这个淘宝的双十一的 購片呢 就来到这里完结的啦 那不知道大家对我以上买的东西 哪些特别有兴趣呢 如果你有哪些东西想看一个详细的介绍 或者你想我之后video show那些 那样的话 你也可以告诉我 那今天的分享就来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就记得给个赞 支持一下我 和订阅我的频道啦 那我们下条影片再见啦 拜拜